另外,講台灣大選,先喝一口水 先講蕭先生的影片 台灣大選,我的估算,我會不會成為登神 蕭先生就猜 賴清德 六百萬票,侯友宜,國民黨三百八十萬 柯文哲,三百二十萬 他預計有十三萬人出來投票 你問我,他的選民好像一千九百幾萬 他今屆,不知道有沒有錯 大家好像幫我查一下,他今屆選民一千九百幾萬 所以實際上,可能今次不止一千三萬人投票 我猜到一千四,一千五萬人投票都不出奇 第一,三腳椅子,雖然不是第一次 陳水編,那年他也是 我意思是,三腳比較接近 上屆信初遙的,不用看 上屆信初遙,好像只有六十萬票 比你還說,信初遙,上屆又參選 你想想,選完也不知道 他有選過 蕭先生也說,國民黨會輸,大敗 國民黨就會瓦解 會分為本土派和紅孔派 即是新大陸派 你問我,國民黨戰績不好 好,一千九百五十四萬多 如果國民黨戰績不好 譬如,陸營過半數的,他辣位 或者,山黨都不能過半數 令到OP成為關鍵局小數 民眾黨,OP去哪裡 國民黨也未必瓦解 但是,內鬥就必然過了 那些什麼小狀派 蔣馬安那些,其他派 譬如,你買經狗的,不肯放手 一定 蕭先生說,賴清德會險勝 不過,六人立法院就一定了 那就過不了半數 國民黨,民眾黨,總統制議會 不過,我覺得,OP有機會 如果三黨,即是,林陸都不過半 他會成為關鍵少數 如果總統多票 你當三百萬票以上 算多了 隨時去到四百萬票 我估計都沒有這個機會 他真是大事 他的機票價率就高很多 雖然,蕭先生說 安文哲有機會靠攏民眾黨 比如,行政院上 不過,我估計行政院上 民眾黨的人不會委任的OP 四海哥,我專心PM他 四海哥就猜 賴清德會少於七百萬票 六百五十萬以上 但少於七百萬票 侯友宜 五百至五百五十萬 柯文哲 他之前在節目中說 柯文哲應該不夠二百萬票 不過他調整了 這次,二百五十至二百八十萬票 當然了 那 thôi,貸納位 那點是六百萬票 六百萬票 五百萬票 如果国民黨過半 五百萬票 就是身上的項目 如果總統那邊的票不高 民眾黨就是合百萬票 那邊便會被報告 不過,三黨過半的機會 絕對不細 反而看看外媒如何去評論 《華爾街日報》就說 台灣大選在職變數之大 就要牽動全球神經 他說星期六會進行投票 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